不是只有云端,因为你会发现云端所有的功能在手机APP里面也会有 也就是说有Google地图 它也会有个Google地图的APP 那这个两个其实看起来是 好像是两个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个东西嘛 那一个是 可以在比较大的画面上面看,那一个是你出门在外不可能带一个很笨重的笔电的时候 那当然你就可以利用手机来完成这个事情 而且另外的话,笔电本身大部分都没有GPS啦,可是手机本身有GPS,它就可以记录你的时间轴 OK,所以那个时间轴 可能还是需要有那个 你的那个什么 就是GPS开启 那你说老师如果没有开启怎么办,其实没有开启你可以自己加啦,只是说你要自己加,变成说你要自己再去记录 每个 时段的几点几分 然后去用什么交通工具等等的 可不可以啦 但是我试过它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最好是说 它能够 利用GPS帮你加是最好的 OK 所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把这个 相簿截图下来,这样就完成了 其他的话,关于Google相簿啦 我是觉得Google相簿 其实 里面的功能 真的还蛮不错的 只是说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目前 以前好像2021年6月以前是不用收费的 也就是你可以 无限量的上传相片 真的是 非常 佛心的一件事 但是从2021年以后 上传 到Google相簿的相片 一律 都会算容量 也就是说呢 你原来容量 假如是15GB 可能 上传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慢慢不够用 它是蛮好用的 所以以我 个人的 空间来看 其实 因为我的空间有28 28其实是因为 我之前好像 最早 就因为我是 他叫什么 先期导入者吧 他好像多给我 10GB的空间 然后又多 给我好像是 3GB 不知道 这个空间我不知道怎么来的 反正他给我空间比较大一点点 但是目前我看了一下 其实也蛮岌岌可危的 其实我已经把 Google云端的东西都删了很多了 本来都放很多上去 后来发现空间不够 所以我就转移了 目前大概 Google云端上面只有2.33GB的空间 目前占比最多的 其实是这个 就是Google的相簿 那相簿我后来发现 才2021年的 6月以后 都 会算空间 所以 2021年以后 我的空间其实已经用掉 10.99GB 其实这个已经删掉很多照片之后的结果 因为我发现有些照片上传之后是 可能有重复的照片 或者是说可能拍的不好的 那我一律把它删掉 其他还有哪些 就是 4.14 空间的 Gmail的空间 然后 当然 它其实可以透过什么 释出空间 不过好像释出空间有限 然后 甚至它可以取得更多的储存空间 不过你点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 取得更多储存空间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要叫你 需要 花钱 有没有 所以呢 免费空间是15GB 所以你们 没有意外 你们应该是15GB 不过理论上 如果你不是重度使用者的话 理论上15GB 是暂时够用 但是一段时间应该不够 不过我觉得 应该会最好空间的 应该就是Google相簿 OK 所以如果你Google相簿没有传那么多照片的话 那其实应该够了 因为我是属于常常很喜欢一直拍照一直拍照的人 但我这样用下来其实 还只是用 这样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假设 没有拍那么多照片的话 我想应该还蛮够的 那其他的话当然 如果你每个月缴65块的话 等于是一杯饮料 的钱 其实就拥有 100GB 其实感觉好像蛮诱人的 里面当然它就是多了这些功能 包含就是空间变大 甚至它可以咨询Google专家 这个我没用过 最多可以给5个共用 然后 取得更多的Google相片编辑功能 它好像有一些AI的相片 功能 那当然这个是必须要花钱才有的 然后额外的成员优惠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 然后 适合多付的BPM 监控什么暗网 这个我不知道 OK 所以如果有这个使用经验 假设你有这方面使用经验的同学 那你也可以在那个心得里面稍微说明一下 你说老师这个 我花的钱是非常值得的 因为有什么什么功能 太好了 推荐你也可以 花钱来购买 假设OK 如果没有 那当然就 就不用再 多 这边底下有什么 福利资源 福利的话 会不会是就是一些 新的功能 等一下 什么暗网功能 这个好像也是新的 因为 大家也都蛮怕说自己的一些 个资被泄露 所以他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监控暗网 OK 然后享有更多的 这个相簿功能 这个应该也是新的 包含什么 像 什么 魔术 橡皮擦 这个魔术橡皮擦看起来蛮厉害的 比如说你常常拍照的时候 后面有很多路人走过 那这个路人其实蛮 怎么讲 你去想说那个路人如果可以把它消去的话 该多 好像 Google 相簿里面新的功能 就有这个功能 OK 当然如果 假如你真的花了钱 你用了这个功能 欢迎你再跟我分享一下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 可以把人给去掉 这有点像是 可能要用那个 PS 才有办法把它去掉的 它居然可以用那个什么 里面内建功能就可以把它去掉 这个 我想 请各位不妨多多试试看 所以刚刚有提到的有关那个Google相簿 这个最后其实你就是 把那个你拍的照片 所以 假如说 这个你的照片 照片部分的话 当然 可能像我每天拍的照片 我的习惯是这样 拍完照片之后 我可能也会 把它上传到什么 上传到我的Google相簿里面 那这个怎么传上去的 其实 几乎都是瞬间完成的 因为我根本完全没感觉 因为主要是 我只要我的手机拍的照 手机本身有Google相簿的App 它自己在背后就是 默默的帮我把它传到 云端上了 所以其实这个备份功能对我来说 还蛮不错的 因为我根本 不需要像以前要整理相簿这种麻烦 它就直接帮我把它传上去了 那我传上去之后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说哪一张照片 什么时间拍的 比如说这张照片 那我可能我跑去 鸟屋书店我看了 什么时候拍的我忘记了 这边有日期跟 日期时间 甚至还有地点 地点 他这个 他没有新增出来 OK 好 那 另外的话 你说要怎么样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Google地图结合 像我的个人习惯 比如说我拍了这张照片 然后我想要把它传到那个 Google地图上面的话 我怎么做啦 其实几个方法 我有时候会透过手机 那有的时候会透过 我的电脑 的版本 比如说这张照片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 我们桃园那个什么 艺文广场旁边的那个鸟屋书店 好像最近才开的 那我就觉得 可以去朝圣一下 后来我发现那边的 空间真的还蛮棒的 蛮大的啦 旁边还有星巴克啦 还有那个 茶屋的餐厅 还蛮多的 附近也有很多吃的 所以这张照片如果我想要 把它放在 Google地图上面跟大家分享的话 那我怎么做啦 其实理论上我先第一个 拍照上传到Google相簿 第二的话呢 我就直接在哪里呢 在那个 这个Google地图上面 我就找一下我去过的那个地位 那个叫什么 鸟屋书店 可是有时候 可能就打一下吧 鸟屋 那个鸟屋好像 拼 它那个鸟屋好像 不是这个鸟屋 它的鸟屋好像是 另外一个鸟 鸟屋书店 我记得好像打这个鸟屋书店 它也会出来 然后它是鸟屋书店桃园 好像之前有人打过错误的出现 然后它就会找到这个位置 就在这里 就这个啦 鸟屋书店 那如果我想要把那个什么 把 相片传上去的话 那其实 我就先找到这个地点之后 然后就把图 直接 这边有一个上传 这个 照片的功能在这里 可以新增相片 那我比较习惯从这边上传 为什么 因为从这边上传 好像比较快一点 从手机 好像有的时候 画面太小 不太好 传 那怎么传上去 它有三个方法 一个方法是 你另外把它丢上去 那可是变成你 电脑里面要有这些照片 那我会选择第2个 手机中的相片 也就是我刚刚呢 在我的相簿里面看到的 那我其实我也可以从这边出现 如果点击之后的话呢 它这边就会载入我云端相簿里面的照片 那我只要把它打勾 然后按选取 照片就被传上去了 所以相对是比较快的 这个我是比较少用 大部分都是用手机中的相片 跟你讲 应该是这个 您的相片才对 对这个没错 但是它没有出现那个 你应该记得这个没错 他应该会把我的那个 把我的那个Google相簿上面的显示在这边 那我把它打勾就把它上传 应该就 OK了 不过好像这边有点慢 这Google 的云端在我们学校好像跑得 没那么快 我看它说找不到任何的 这个相片 可能再看一下 理论上是从这边才对 我印象中 好 那如果说呢 已经找到就把它传上去之后 你也可以再顺便评论一下 这个我想 各位再试试看 那其他就是说呢 有关Google相簿里面 包含就是上传的方法 它其实还蛮多元的 还可以从你的电脑啦 云端硬碟等等的 甚至 好像这个地方又有一个新的功能 甚至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手机扫描相片 等等的 还有什么纸本相片数位画 那其他的话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节省空间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 这个有一个设定 设定里面的话呢 当然呢 如果你是选择原始 画质的话 它的那个浪费空间会比较多一点点 可是如果你选择这一个 压缩画质的话 它会降低 但是 我是觉得解析度好像不会差太多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就是 可以稍微试试看 那选择压缩的话 你的空间呢 基本上可以放比较多照片 那其他的话 相簿部分 这个我想应该大部分都会用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功能 其中就是有一个是 可以 人脸辨试的功能 以前的话人脸 变成说照片 你要每个每个去做整理 比如说小朋友的照片 那现在的话只要点选那个 像我们家小朋友的照片 他就可以把 从 出生 到最近的照片 全部都列出来了 OK 所以这个功能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那 最后的话呢 就是 请各位呢 把 这几个 分别就完成 那时间轴的话呢 这个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因为我时间轴 我是觉得 它那个时间轴的 建立 不是那么有事 而且比较容易出错 像我看一下 我礼拜一的时间轴 礼拜一这个 我去的那个 鸟屋出店 所以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就出现移动 但是它不知道你怎么移动的 所以理论上要是我看到 类似像这种 有一个波浪状的箭头 那我会把它改动 因为这个好像我从家里出发 到停车场 我是开车 所以我会把它改变 改动一下 等于有点像把它变成 正确的 它不知道的 我把它 变动一下 所以 我是 开车过来 然后呢 停好车之后 走路过来 然后呢 到鸟屋书店 待了一下 然后 中午的话呢 我发现附近有蛮多 不好吃的店 好像那个 桃园的 这个 藝文广场 附近好像 这个 餐厅非常多 于是我找了一家 那个平价最高的 一家蔬食餐厅 然后 我是走路 所以它这个也没办法辨识到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辨识一下 改成步行 走了大概七分钟 OK 到这餐厅 吃东西 然后呢 再步行回来 然后呢 这边一样把它改成 因为它波浪状 表示它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交通工具移动的 所以把这个 移动的方式再跟它讲一下 那这样就比较 比较完整 那这样走路 10分钟 其实是慢慢走啦 附近有公园 觉得其实在附近 好像还蛮舒服的 后面的话呢 其实就是想说 再去别的地方走走 因为刚好那天 刚好放假 想说 要不要去宜兰走走 我太太就说 要不要去那个 宜兰那个有个叫什么 蒜味肉羹 去看一下 于是就开车 就开了90公里 所以这边移动 他也不知道说 我是怎么移动的 所以把它改一下 改成开车 这个就 那大概 一个多小时吧 其实 不塞车的话 其实还蛮快的 其他的话就是 后来想说 吃完东西 就想要去泡个汤 OK 所以一样 开个车 这边把它变动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一整天 在行程 所以大概总共跑了多 开车 因为车很 很久没开了 所以就把它 让它跑一跑 总共跑了两百多公里 OK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呢 试着把刚刚讲的 包含就是 相簿部分 那当然呢 你最后不用细部的 你只要建一个相簿 所以 在那个 相簿里面 如果要借相簿 这边其实有一个 相簿功能 你可以新增一个相簿 然后把你那一天的旅程 所拍的照片 把它放 放到相簿里面 然后把它 截图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剩下的时间 就给各位呢 就是 试着 先把这个 作业 先试着了解一下 那不用急着马上绞交 这个绞交日期的话 会给各位 最 到下个月 的26号 等于应该是 有 这个 这个 一个多月的时间 把它完成这个 可以演习 那我是建议 但如果有 有可能的话 尽量 把这个分数 拉得高一点 你 当然相对的 如果你的分数 差距越多 那表示 你这个期间 使用Google地图的 频率越高 当然相对的 你的分数越高 那其他的话 还有就是说 试着 使用时间轴 记录一下 你的生活 有点像是 透过手机 透过AI 去记录你的 这个一个日记 那当然以前你要 写一个日记 其实 也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问题是要花很多时间 可是如果 用 这个Google的时间轴 帮你写一个日记的话 我觉得 好处就是 无形之中 你不用花太多力气 你就可以记得你一整天发生的事情 这样好处就是 我随时要回想 哪一天到底做什么 有时候忘了 没关系 我就把时间走 拉回到当天的 一个记录 那我就可以马上知道 那一天做什么事情 真的其实 对我来说是还蛮方便 OK 你怎么感受得 是 咱我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好处